黑心有風暴延燒兩週 經濟部長杜子君表示 出估這一波的事件 實質損失就高達了50億元 行政院長江儀化說 今明兩天將會釐清相關的行政責任 給國人一個交代 而衛生福利部長邱文達也松口 願意辭職下台 衛福部長邱文達16日上午到立院備詢 一見到媒體就先宣示 從16日開始全國商家 如果架上還有不合格產品 將祭出重罰 最高可罰5000萬 而黑心有風暴延燒將近兩週 行政院長江儀化 16日也帶領閣員到立法院備詢 立委質疑為何至今 中央沒有任何懲處 沒人下台 江儀化強調 會在週事前向國人說明清楚 至於這波收水油事件 造成多大商業損失 經濟部長杜子君出估 多達50億 在整個食品產業的1% 但是如同委員剛剛講的 對於商業的部分 目前還沒辦法不算 1%是多少 大概50億左右 還有立委要求邱文達辭職下台 邱文達也松口表示 願意辭職下台 把這個劣質疑油桶去掉的話 我相信我願意承擔 行政院團隊強調 目前已讓民眾早點恢復安心的生活 作為首要任務 17號開始會進行全國大吉查 保障民眾時的安全 記者陳嘉欣 陳立峰 張國良 台北報導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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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